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好玩最好看的 寒假盛典2021橘子線上嘉年華之心風之谷 現場拍手 大家好 我是潔玲 我是阿樂 是的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在我們三創的現場 跟我們所有的玩家見面 那包括在我們線上也有很多的玩家正在觀看 我剛剛已經在聊天是跟大家稍微安安的一下 你已經開始跟他們聊天了 對 沒錯 因為今天我們有非常多的優惠要來送給大家 包括了很多的折價券 大家一定要拿到 寶箱6666 上次我跟鳥池主持 那天真的有人帶走 哇 這麼好運 對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就是那個幸運的朋友 但是呢 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講 就是呢 現在呢 我們的Gamania遊戲橘子的Facebook主頻道呢 會跟大家互動 如果你現在正在看我們的直播的話呢 歡迎大家到我們的主頻道跟我們互動 因為到主頻道才會有優惠送大家 是的 那今天呢 到我們的直播結束前都有各項的優惠 所以你們一定要好好的留守在這邊了 那2020年呢 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 橘子開始策劃了線上嘉年華的這個活動 那除了遊戲之外呢 更加入了ACG電商支付娛樂互動等元素 那希望各位呢 可以玩得開心 那其實呢 除了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還有現場的藝人以及實況主 大家也是有非常熱烈的這個回饋跟反應喔 所以沒有錯 這個橘子聽到大家的心聲了 我們除了去年的2月以及9月有辦這個線上嘉年華之外呢 今天 今年我們又開始繼續籌辦下去了 沒錯 其實真的要非常感謝遊戲橘子 在這個時候呢 還可以辦這種活動 讓我們所有的玩家真的很有福音 可以在家裡可能打電動 然後還有虛寶啊 然後一些優惠券可以拿 真的在這邊呢 要非常謝謝遊戲橘子 熱情的掌聲 掌聲 而且呢 還有一點要提的是 去年是線上嘉年華 今年呢 除了線上之外 我們還有實體 還有這個策展 讓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我覺得應該要再來點更大的掌聲 是的 今天呢 已經是我們遊戲橘子的現場活動的第四天了 也是最後一天了 然後非常感謝現場的大家呢 陪伴我們大家 那呢 同時呢 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現在呢 我們呢 同上已經有三千人以上在觀看了 哇 三千人了 大家這麼熱情 對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再把我們的直播分享出去 因為呢 我們今天有同上有加碼禮要送給大家 是的 那我們主頻道呢 正在送我們的Gash Gash卡 Gash點數 然後 哇 熱情 你熱情 你熱情 對 反應太熱情 你太熱情 你是不是在搶東西 是不是在搶Gash 對 要跟大家講 所以呢 如果你也想要拿到呢 我們的Gash好禮的話呢 趕快到我們主頻道留言給大家 對 記得謝氏族頻道 什麼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吧 現在是同上五千人喔 我們沒有說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線上的直播 真的同上有五千人在看 對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支持啊 是的 所以呢 那個我們的廠商 那個遊戲舉著聽到嗎 希望以後是一個禮拜辦一次 謝謝啊 哇 大放鬆 這樣我們就會有很多工作 對 謝謝各位朋友們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也要好好來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直播有多少好禮要送給大家啊 現在呢 只要下載冰放 打開掃一掃的功能 掃描螢幕上的鬥陣寮 QR code 進入嘉年華鬥陣寮就可以搶開寶箱 最大獎的零佣金最高是6666元 超爽的 那大家立刻打開冰放加入鬥陣寮試手氣 我覺得我應該也要試試看 真的假的 所以妳現在要走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直接cue人 我想說妳要走了 太過分了吧 太快 直接留妳在這邊主持 好好好 我們來先試一下阿樂的手氣 如果你現在在現場呢 來 各位趕快下載冰放的APP 我們要開寶箱了喔 我要怎麼用 而且要很專心 等一下他們 因為現在很多人一直加進來 對 很緊張 等一下一有寶箱點下去就對了 非常 看手術的嘛 加入鬥陣 我們看一下阿樂今年的運氣是怎樣 21 21 不要笑 還好我不是大學生 不然是被惡意的感覺 不要笑 因為我跟妳要死是10塊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妳已經算運氣非常好了 21塊 多11塊差很多 多很多 因為是慢慢累積就會越來越多 剛剛有人搶到寶箱嗎 有嗎有嗎 現場的朋友們 你們沒有搶到 真的假的 你們手速要快一點耶 嫩 可以這樣直接搶人嗎 破6000人了 就在我開寶箱那一剎那我看 破6000了 因為導播既然破6000 我們一開始就這麼多人 等一下可以來不停的加碼送寶箱嗎 可以嗎 是這樣子 直接現場 我可不可以下一次活動就被fight掉 就是送太多了 因為廠商就說 那個主持人一直送到人家送個屁喔 不會 不然我們也可以為現場的謀福利啊 現場的說明我們也可以送一些小東西啊 現場想要再開寶箱的大聲的尖叫 Woo 導播你自己好好做人啊 我是不知道你要不要加寶箱 你自己好好問一下廠商該怎麼做 是的 好 幸運呢要跟大家講 從今天開始的8點21分起呢 登陸冰放呢 我們就會再送50元 再加碼遊戲HOT TIME的虛寶大放送 看看各位的歐洲魂怎麼樣 歐不歐就看這一波了 我覺得如果有在做善事 或是現在有在看直播 應該是蠻歐的喔 所以你的意思說 他沒有做善事 因為他沒有搶到寶箱 欸 他可能 因為他現在在看現場 什麼 可以這一個 現在已經開心了吧 來來來來 那換你好不好 換我嗎 對對對我來試試看你今天 等一下再跟我說10塊錢喔 我會生氣喔 咋摳咋摳 欸 有了有了 怎麼這麼快 很快速 好緊張喔 登陸中 請稍等 應該是大家都在搶 所以會比較久一點 對 是這一個嗎 不是這一個耶 Oh no Oh my God 我們搶錯了嗎 我們下滑 下滑 還沒還沒 而且還有人 有了有了 剛剛還有人說我愛語陣 欸我剛剛 我剛剛手挫了一下各位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現在也好緊張 有了有了解鎖 到多少錢 到多少錢 我心 我心很緊張 蹦蹦的跳 一顆心 不同不同的孔跳 好耍不能唱太多句 欸 又再解鎖一次 好要解鎖多次一點 看我會不會是那個6666的運運者 會不會就是你啊 會不會就是你啊 是不是我們現在同上太多人了啦 我覺得 你看現在大家都拿手機在搶啦 欸 現在怎樣 導播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開我玩笑啊 你是不是讓現場大家開我玩笑 欸你們有開到寶箱了嗎 欸欸欸欸 有了有了 啊哈 10人 10人 欸8000人 我跟你們講啊 剛剛現場笑的人 祝你們今年發大台啊 人很好欸 現在同上8000人欸 8000人看你拿10人 早知道我剛剛就第一個寶箱先弄 我抽吧很丟臉 除了3000人看我笑話 我們等一下再比比看啊 如果同上越多人 看看能不能就是跪求一下 更多寶箱 好熱喔我現在早知道今天穿比基尼來主持 好沒事你熱 那我現在來幫你講一下下一個有什麼 可以拿的好看 沒問題 這個現場觀眾呢 只要在聊天室中留言Gash 就可以再獲得限量的Gash商城 50元折價券的優惠碼訊息 而且是在Facebook喔各位 要記得在我們的遊戲橘子Facebook的主頻道 是的 留下Gash才能獲得喔 然後呢另外呢現在呢 如果你到有閒的遊樂場呢 我們的活動網站 天天呢會抽8888的閒錢 過年前先讓大家搶一波了 9000人的現在 太快了吧 你9000就9000 他說9000 超大神 我耳朵要爆掉了 超大神 好然後呢 現在加入遊戲橘子簽到簿呢 每月的獎勵有樂鬥點 然後零用金遊戲虛寶 反正有很多毫力 非常多的 然後呢進入還有機會 可以獲得50跟100的三創會員點數 可以抵你的消費 沒錯 那就在今天的晚上8點21分到9點21分呢 你進入BingFound的遊戲舉止 參加我們的年終加碼虛寶瘋搶活動呢 我們有多種遊戲呢 一小時的虛寶是無限的放送給所有的玩家 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讓大家可以來搶一下 但是要提醒大家你要記得綁定你的賬號才能搶虛寶 是的而且呢今天直播到結束 最後呢都會不定時有寶箱喔 沒錯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任何一個寶箱了 就像我們剛剛這樣子 那今晚呢還有限定的Gash神秘好禮 請大家持續鎖定今晚的直播 助理小天使會隨機舉手牌的神秘的暗號 湊齊齊所有的暗號 可獲得限量100組的心風之谷專用卡 200元折價圈 200元真的很好用耶 過問 我一度懷疑導播是在騙我們 怎麼可能 欸超級快 你要一個直播人數這樣飆升很難耶 很難你現在把圈子掀起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說 沒有我們怕會掉啦 不會不會你放心 對 好那呢今天呢我們節目呢其實是非常的豐富 除了有很多好禮要給大家之外呢 我們今天現場呢邀請到了四位非常厲害的大來賓 要來跟大家同樂了 所以我們非常的期待 是的 但是呢大家等一下 雖然說你們剛剛目光是這樣子看過去對不對 欸 要吧 可以吧 因為剛剛那個算加碼吧 對啊欸 所以我們捷琳還可以開一個吧 可以開吧 不然她一直 她的紀錄就在10元你們捨得嗎 哈哈哈 可以吧 欸姐走過來一點 幹嘛 我累加不行喔 可以吧 可以吧可以吧 10元上 哈 什麼屁 咱們聊電視誰聊什麼 還有什麼天竺數車車 對啊什麼天竺數車車 欸開起來開起來 搶起來搶起來各位 現場的各位拿起來你們的手機 開始跟我們一起搶寶箱喔 好緊張喔 又是緊張的時刻 10塊我跟你說 下一次嘉年華會遊戲舉止 可以再發我一次主持嗎 欸 你說去補嗎 補一下 欸 不是這一個 那可能是 欸這什麼意思 等一下等一下 妳要找妳要找 完了我們是不是搶不到 我們說慢著要一步了呀 哎呦 太多人了啦 你們不要一直看 有一萬多人在跟我搶欸 我傻眼 我是覺得妳可能沒有搶到 妳該不會 上天的旨意就是要 讓妳停在10元 上天旨意就是要 讓我這輩子 一直主持遊戲舉止 OK 呃 我們好像 真的沒有搶到 我們好像真的沒搶到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有人開起寶箱 他也是開到21塊啊 啊 搶到一個都不剩 下次請假 哈哈哈 他跟我一樣21塊 我們是跟他一樣 對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搶到 哦 有一種實話的 欸有一個藍風 210元 210元 還有這個令 560325 好好喔 欸其實 欸蠻多耶 蠻多人搶到210耶 今天很多人搶到210耶 真的好真的好 相較之下 我們兩個蠻嫩的 對啊我們在幹嘛 好 開完寶箱之後呢 馬上呢 我們就等一下要邀請我們的 大來賓了 是的 但是呢在邀請他們之前 除了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拿到好禮之外 現場的 我們當然也要送一些 小小的禮物給各位囉 找禮物給大家 今天呢我們現場來的 都非常多的玩家 是 然後我們也要非常謝謝他 對 他們今天來到現場支持 我們遊戲橘子 這個呢是那個正劍獎 讓你掛在身上的 沒錯 有人想要嗎 誰啊 我覺得 偏小聲 偏小聲 那怎麼要叫他們大聲一點 有人想要這個正劍他們 有 OKOK 那再繼續喊 我覺得你們這個中氣不足 可以幫我喊長一點 我就看哪裡 比較大聲往哪一丟 你們看你們吃這麼飽 中氣還不足 蛤 這個藍色衣服的同學 大聲的跟我 嗨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個線上的 對觀眾 他叫做查理寶貝 他之前是開到6666寶箱 對 但他今天只猜到 200餘 還好嗎 對嘛 風水流流的轉嘛 給別人機會嘛 所以這樣6666還在的意思嗎 還在還在 還沒有人抽到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守護寶箱 對 查理寶貝不好意思 對 好那我們一樣再次大聲的歡呼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那個小胖子 因為我剛剛Cue他了 哈哈哈哈 小胖子 知道今天等一下大聲喊喔 知道我們今天等一下是介紹哪一個遊戲嗎 非常好 直接給喔 因為他吃得那麼飽 給他送了一下東西啦 那我看誰吃很飽 你選這邊的 你選這邊 一左一右這樣 好那我就是你了 哇你這次比他還飽喔 沒有不是我說的 沒有 他沒有吃很飽 因為他買那一台很貴 對 對 你很懂耶 來我們今天呢 是要介紹哪一款遊戲 新風之谷 再強一點 新風之谷 哈哈哈哈 後語怎樣合唱班喔 新風之谷 對 好我們手上個別還有兩個 你負責左邊我負責右邊 好 那呢提醒大家一下 嗯 我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等一下是手往上 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們用搶的可能會跌倒 那我們會往 盡量往高處拋這樣子 好 OK 那我們就一口氣一直一起說 新風之谷 那我們就把禮物送出去 好的 好吧請問我們現場的大家 今天我們等一下要玩的遊戲是 新風之谷 壘球職員 壘球職員 唉 哈哈哈哈 親愛的 親愛的 親愛的你 你幫我往後丟 交給你了 謝謝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現場的觀眾朋友們也有拿到福利了 那我們馬上呢 就要介紹我們今天四位 大來賓 對強大的來賓 那麼請各位要熱情的掌聲給他們 讓我們首先歡迎瘋狂老爹 歡迎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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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我們舞台中間 先跟我們現場的觀眾打個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老爹 耶 你的耶 耶 這什麼綜藝老哏耶 耶 歡迎 歡迎來請坐 好的那下一位呢 我們要歡迎我們的阿爸 阿爸 好可愛喔 來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我是三萬族鼠 還打不贏混式的阿爸 歡迎 阿爸你今天穿好可愛來喔 對 假裝年輕一下 你不要這樣子說 不會不會 在我旁邊說這種話 真的是不應該喔 在我旁邊也不太厲害 一次打這兩個 來請坐 請坐請坐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宇鎮 歡迎宇鎮 歡迎 哈囉 有嗎 喂 哈囉大家好我是宇鎮 大家晚安 晚安 比較腼腆 欸宇鎮 你剛剛有搶寶箱嗎 有啊 我之前有這種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搶 那個兩年前過年都搶了好多 就什麼珠寶箱的時候 一次就搶了 好像搶了快一千塊 零零總總加起來 你現在在購買炫耀 一個十塊一個二十一塊 沒有 那個不是這次的寶箱 是以前的 他是雷家 對 所以也代表很熱愛 對啊橘子汁真的還不錯用我覺得 讚讚讚讚讚讚 來請坐請坐 好我們謝謝宇鎮 那最後一位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愛心 來請上台 歡迎 各位安安 我是愛心 歡迎愛心 歡迎 愛心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看到這麼多的觀眾 會不會很緊張 還是很興奮 我真的超緊張的 你拿高一點 你超緊張的 為什麼緊張 因為我之前參加過 第一次的橘子嘉年華 然後那個時候是在 遊戲橘子裡面 沒有這麼多觀眾 欸我跟妳說愛心 妳太小聲了 來妳就把它當那個 當那個錄音啦 我幫妳拿這樣子 我家要用那個咬麵包 好妳說妳第一次參加怎麼樣 第一次參加是在遊戲局之內 所以沒有這麼多觀眾 喔 現場這麼多人 現場這麼多人 就很緊張 喔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過等一下可能會有很多的 男性朋友跟你合照 OK吧 應該不會啊 我沒有這麼紅啊 會 要不要跟他合照 要 有沒有就這些 下流 欸 也還好吧 合照而已啊 可以啦可以 好歡迎來請坐 歡迎愛心 好的那這次呢 2021遊戲局之嘉年華 相信大家期待非常久了 那其實呢 我們有從官方聽到小到消息 今天會有個新職業 沒錯 要釋出 而且是海外限定喔 對所以今天其實有很多玩家 是非常興奮 但是我們還是要先問一下 我們現場的四位大來賓啦 對於今天呢 我們的新職業 來 我們先請愛心說好了 心不興奮 其不期待 非常期待 那個墨璇 是 我們有稍微試玩一下 覺得會是 新的T1職業 覺得是很強的職業 當前版本 可能會很強 可能會很強 是不是 這樣子是大家 可能都要 大家都直接換了 直接練這個職業 那宇鎮呢 我覺得墨璇他的技能組很新穎 然後強度也十分的高 我覺得他有望取代 現在的阿代爾還有引武者成為 新風之谷最優秀的職業 喔 那麼厲害 講這種狂妄的話是不是 那老爹的看法呢 呃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帥啦 他整個整體職業跟技能 非常非常帥氣 然後我剛剛 自己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續來續續飛來飛去的 對 那我這邊回一下宇鎮 取代引武者的話可能 我個人私訊還是比較喜歡引武者 好不好 對不起 這是愛好的部分嗎 阿你等一下啦 欸等一下 欸不好意思我們線上的 還有現場的觀眾 我們的小天使出現囉 是的 這是我們第一組的Live Post 對 大家趕快記下來 因為 只要你湊齊兩組的話 就可以立刻的換 心風之谷的好禮 是的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支Gash3 沒錯 好的 大家記得了 非常謝謝小天使 謝謝 謝謝 好 剛剛老爹講到一半啦 不好意思 因為我被小天使直接吸引走了 這樣 欸他其實走過去我自己還沒發現 他從你後面走的時候 心想說什麼時候要 要求老爹等一下這樣子 對然後你是不是他這邊手要一邊卡住了 好 那我們的那個Alpha呢 覺得這個職業非常煞氣 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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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Alpha 萬 萬萬是怎樣 太中二了吧 不是有那個嗎 好那呢 聽說這次新風之谷與全新的副本 賽拉斯會在今晚的節目釋出是真的假的 老爹來想一下 這個賽拉斯的副本呢 我覺得它有一段非常淒美的故事 是風之谷裡面有一段淒美愛情故事的後續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喜歡這個故事類型的玩家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尤其是女生應該很喜歡這種 對 而且是那種故事情節的話 我覺得要做在裡面 就是真的要做得好很不容易 沒錯 那呢 大家知道因為即將我們要過年了 對 然後呢 新風之谷在過年春節的期間 有特別的活動 現場的四位來賓知道嗎 知道嗎 知道 搶先知道 果然是專業的老玩家 等一下要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錯 那呢 來我們現場所有的觀眾 想不想知道我們新職業的更詳心內容 夏龍 這肯定是夏 來想不想看阿樂把裙子翻起來 欸 那我要剛剛那一句話 夏流 那是夏流啊你們 對 大姑你還給不了這個壞習慣 搞什麼東西 好所以呢 等一下呢我們會邀請那個 雨震跟艾希來幫我們介紹 新風之谷更詳細的更新內容 是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一定要守候我們到最後一刻 沒有錯啦 那呢同時要跟大家講 剛剛有說有同上獎勵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非常厲害 對非常厲害 大概不到五分鐘就超過了 對啊很誇張欸 先跟大家講喔 我們如果今天呢 同上能數累積到多少之外呢 我們是全伺服器的所有玩家都可以獲得 如果同上呢來到了一千人 可以獲得經驗加倍卷乘五 直播同上三千人可以獲得 選擇密法符文五 直播同上五千人可獲得 輝煌燦爛武器 等於是我們剛剛已經全服都送了吧 對大家都拿得到 所以這是大家一起努力完成的 哎呦真的太開心了 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說請大家如果等一下 再把我們所有的直播分享出去 可能人數更高 寶箱會開更多也有可能 對真的是看我們的導播啦 導播你有聽到吧 是的 好那剛剛我們說了那麼多 也跟大家就是稍微聊了一下 閒聊了一下 沒錯 那我們接下來就到我們今天節目 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我們要邀請到我們非常專業的 宇鎮以及艾熙 要來幫大家介紹 《青豐之谷》的全新地圖 以及V232版本介紹 還有海外限定職業搶先看喔 來我們就把舞台交給兩位了 是的 嗨大家好我是艾熙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 這一次新版本的東西 那首先 來 這個是 這個是awake 不是awake喔 我們千功的劍 那我們的覺醒13活動 還在持續進行中 那我們百功結束後 會改成千功的劍 那它一樣是狩獵等級 範圍內的怪物就可以有機率 出現一把巨劍 等一下 那個宇鎮 你幫我站到這邊來一下 好 改戰這次就好 這樣你們兩個會比較好介紹 是的 好 那我們收集十把劍之後呢 會出現一個大人偶 等一下喔 這邊 這裡這裡 這隻人偶 十把劍出現一隻 然後你打死這個人偶之後 可以獲得大量的覺醒硬幣 那二十把的時候 會出現第二隻 那在你打到第三十把的時候 會出現千功出來五劍 然後千功出來進行劍舞的時候 會出現更多的覺醒硬幣 這樣可以有效的提高 覺醒硬幣的收集效果 那這個活動期間內 你集滿硬幣之前 它都會觸發這些效果 那大概官方是說 大概集滿90個硬幣會結束 所以我們建功的時候 就可以多一個攻擊技能 那這個活動期間是 2月10號到3月9號 那這個 來 那這裡是那個 我們千功的升階獎勵 那可以從升階的UI 獲得覺醒戒指一顆 那它的能力值大概在這裡 那在千功第一階段 千功第二階段 還有千功第三階段 可以分別各獲得一張覺醒戒指 專用的強化卷軸 那在強化完這三張卷軸之後 可以看到覺醒戒指 會變成最右邊這個樣子 那每天蒐集完硬幣 進行好了修煉之後 會獲得竹筍 那竹筍可以在覺醒商店購買 活動戒指專用方塊 用來強化這個 覺醒戒指這對 不好意思 用來強化覺醒戒指這對 小資族非常有幫助 你要拿來洗掉保裝也很好用 這個還可以洗掉保裝喔 這麼好 對啊我之前就洗了一顆 用這個洗上傳說 然後多賺了一件掉保裝 真是賺爛了賺爛了 那我們洗這個的方塊 也是從覺醒商店裡面 用覺醒硬幣購買 對啊我剛才有說 就是用那個啊 竹筍就可以購買到了 這竹筍不是覺醒硬幣 抱歉 好來那我們看下一頁 來接著是我們的新春活動 可以看到即便我們現在現實在過年 那風之谷世界的許多朋友們 也跟我們大家一起出來 跟大家拜年了 在我們的新年活動期間 收集完覺醒硬幣之後 可以找尤利亞領取紅包 那這個紅包 欸喜歡練功的注意了 我們這個紅包 除了有一個可以拿到 40到300覺醒硬幣的紅包之外呢 還有一個紅包加持效果 它是經驗增加三倍喔 半小時的三倍券 非常有用 這個應該是可以跟天氣 還有商城加倍做疊加的 好那再來還有下一個活動 是講新年放鞭炮的活動 每天收集完覺醒硬幣之後 不只可以領紅包 還可以找朋友一起放鞭炮 好那放鞭炮的見面長這樣子 你就是邀請朋友一起放鞭炮 那你跟朋友放了五次鞭炮 還有十次鞭炮的時候 分別可以獲得200跟400個覺醒硬幣 那放鞭炮這件事情 一天就只可以進行一次 我有問題 不好意思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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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森老師我有問題 不好意思 來 老爹請說你想要問什麼 那一天可以邀請幾次 那一天可以接收幾次 一天就只可以邀請一次 但是接收的話是沒有限制的 好 那那個艾希老師我還有問題 好 請說 那如果沒有朋友的話要怎麼辦 沒有朋友的話跟我當朋友就好啦 可以吧 優依娜的 哇 好想跟艾希老師當朋友喔 可是我也只能幫你們放一次啊 先搶先贏 那他是放跟找玩家各有不同的 那你邀請別人也是得到經驗加倍 那當然這個是兩倍的 然後一起放的話是得到buff 有魔攻全數還有無視 好 那再來就是類似菜燈米的活動啦 春節的二十道難題 活動期間可以有可以接收到三種不一樣的題目 分別是猜五個怪物 五個NPC還有一張地圖 那每一個項目有二十個提示 既然是二十個提示五個NPC 那就表示一個NPC平均會有四個提示 那可是每個人就只能獲得一個提示 所以你要去找玩家交換剩下的十九個提示 才可以解開這次的awake春節二十道謎題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個隱藏任務 這個是不同的任務 那隱藏任務可以得到這一頂帽子 不是可以得到零零喔 蛤 你想要零零嗎 吃比較壞欸 他很火爆欸 我覺得要小心一點啊 不過我們還有講場沒有提到啦 就是你完成了那三個NPC 分別完成NPC怪物還有地圖的問題 可以獲得牛傷害自行 牛帽子以及牛套服 那這個隱藏任務他要完成的條件 是需要取得牛帽子之後才能取得的 才能完成的 所以我們要先解完這個謎題喔 那大家之後再巴哈可以熱烈討論一下 那請問可以用廣播討論嗎 當然可以啊 瘋狐就是要尬廣跟上啦 沒有啊阿法開台就是 欸觀眾救我 觀眾救我 觀眾救我 我不會 拜託 然後我就直接貼攻略給你 然後他就直接貼答案給你了 那還需要問 不需要廣播啊 那在活動期間內 我們還可以有那個春節商店 他的東西一樣是用覺醒硬幣更換的 那裡面有騎寵啊椅子啊 還有些點裝 還有戒指 那喜歡的話都可以用覺醒硬幣去做兌換喔 好 好那 剛才講的那三個新春活動的時間呢 新春活動時間都是2月10號到2月23號 不管是春節商店 還有新春紅包以及春節的20道難題 都是在這個限定的時間內 那這一次會不會有那個小屋的活動 差點忘記想 跟去年的那個小屋一樣 我們這一次跟去年一樣 小屋跟去年一樣 但是一樣說 我們今年會更新 更新一件家具 那大家也自己的任務就可以拿到了 可以嗎 下一月了 好 好那我先講好了 就是來接著就是有第二波的極限燃燒PLUS 那在活動期間內可以創建一支套用燃燒1加2效果的角色 那從200等以前呢 每次升等就是追加2等 那就是你從10等升1等 原本是要變11等 你會直接變成13等 所以叫做極限燃燒1加2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余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請說 那我們墨璇是海外職業可以投資部 參加這個燃燒活動嗎 墨璇是新職業 照理說應該是不行啦 大部分都吃葫蘆吧 葫蘆 葫蘆那要開金蘋果啊 那你要抽蘋果啊 不然就是看 所以我們今天努力搶寶箱 對啊搶寶箱 買點數抽蘋果拿葫蘆 不然就是去用橘子汁啊 他不是有20%的現金回饋嗎 這個要放7 你要突然放7 單創也有啊 單創也有喔 太厲害了 不愧是余老師 那這個我 那我們這個極限燃燒 除了可以快速練到200等之外 那極限燃燒Plus 他到210等以前還會多送一些 譬如說傳說神秘箱子啊 30等裝備 還有到205跟210等 會額外送核心和密法符文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有密法嗎 有密法嗎 我沒有印象 可是我確定一定有驚艷核心啦 是驚艷核心跟驚艷核心 心艷核心跟核心寶 OK 不要那麼緊張 艾希 不要那麼緊張 來近一點 下一拉 好那接著就是全新的副本 塞拉斯了 那塞拉斯是一個240等的區域 他的故事是在 大家達到了威爾 但還沒有前進到泰涅布里斯之前的故事 內容講述 那個 我們請老爹來講一下 救援一下 好可以啊可以啊 故事劇情 那就歡迎收看這個老爹講棚子庫 耶 耶 好 OK啦 塞拉斯這東西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摩 艾斯佩拉 他在艾斯佩拉的下面 好不好 那這段故事為什麼我們風之谷會開一個叫做 艾斯佩拉下面的地圖呢 主要就是因為大家如果還記得艾斯佩拉劇情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塔納吧 還有他的那個 可憐的小男朋友姜 他在死掉的時候 不是給了塔納一個項鍊嗎 那那個項鍊呢 跟著塔納一起沉到海底了 在那段艾斯佩拉劇情的時候 他跟塔納一起沉到海底了 那塔納雖然被打到上來了 但他的那個項鍊的碎片的殘缺還在下面 所以聯盟就覺得這東西應該是 有特殊的力量還是什麼的 想要把它挖上來 所以就我們就會乘著這個 這個應該是小艇嗎還是什麼 潛水艇 潛水艇 慢慢的往下探索 然後探索去取回那個東西 那這段故事呢 是在我們打倒黑魔法師之前的故事 就是在打倒威爾以後 還沒有進去那個太陽的時候的故事 發生了小劇情這樣啦 那就要開放了一段非常非常 淒美的愛情故事這樣 那關於這個項鍊的故事 我們在摩拉斯的劇情有講過 那大家可以帶摩拉斯 和艾斯佩拉的劇情去回顧一下 對 來那我們接著看影片來簡單介紹一下 塞拉斯的風景長怎麼樣子 非常優美的一段一個地圖啊 好 觀光團 觀光團走囉 好 來 玲玲要帶著我們去塞拉斯探險囉 你的BGM聽起來也蠻輕優的 然後水母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和善 不太會亂攻擊人喔 這好讚喔 那你的怪物也太漂亮了吧 對啊 都在發光耶 阿爸捨不得打了嗎 真的耶 像不去手 阿爸會叫人打 阿爸 這個是這邊的特殊傳點 可以看一下 他會直接飄移上去喔 他飛上去了這樣耶 對 他飛上去的時候 可以一邊按他的攻擊技能 這樣跑圖會非常的順溜 順利流暢 又順又溜 這還蠻厲害的 很酷 聽起來很厲害 所以他那個飛上去 應該不會被怪物撞下來對不對 他會直接到最上面 應該是會 因為你也可以攻擊 喔喔喔喔喔 喔 順溜順溜 順溜 順溜 他又順溜了 那賽拉斯的地圖探索大概就到這裡為止 那雖然說後面還有更深層的區域 那影片就不拍了 就不劇透大家 不劇透 讓大家之後自己去體驗賽拉斯優美的風情 那賽拉斯的需求等級是240級 前置任務則是完成奧術之河第六區埃斯佩拉的任務就可以進入了 那完成任務可以獲得吞噬猩猩的金魚這個很可愛的勳章 然後還有好像還有20個密髮符紋 以及這個潛水隊員的安全帽 好 再來是美容像 給你用好了 那我美容像本的話 我們原本這個在右下角 那它現在變成是梳妝間 我們梳妝間這邊 原本我們的髮型和整形上限都是100個 那我們這一次破天荒的加開了2個 漂亮啦 120個 漂亮啦 這兩格很重要 非常至關重要的兩格 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的梳妝間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的排版 以前只可以看到名字 對 現在直接秀出來 外觀玩家的欣喜若狂 外觀玩家新浮力 那髮型整形是原本就有的之外呢 我們還多增心一個膚色 喔 漂亮 聽說膚色是 就沒有120啦 膚色好像是6個吧 對 膚色就是6格而已 那以後擴充的話 也不是直接用封點 是改成用這種欄位擴充卷 而且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以前換髮型眼睛 不是要花封閉嗎 那現在改成這樣以後封閉也都不用花了 OK 好 那大概就這樣子 接著好像說是不是有阿樂他們的寶箱環節 沒錯 沒有沒有 我們先謝謝余政 我們先謝謝余政跟愛心 請回座休息 來 就在剛剛他們精彩的介紹 以及詳細的介紹之下呢 我們的這個同上人數已經來到了1萬2了 太讚了太讚了 哇賺到了賺到了 你剛剛第二個寶箱你有搶到嗎 手速要快 手速要快 來來來來 他有在跑他 好緊張喔 你們讓給我們一下嘛 來來來這個 來來來來 來你你你 解鎖解鎖 來 我提升了 有了 21塊耶 注意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獲得了21元 來大家有人搶到200多塊的嗎 現場的 210的有嗎 哎呀可惜 可惜 注意他們也沒搶到 今天6666還沒有開出去嗎 導播 還沒嗎 還沒有 所以大家記得 都有機會喔 對就是鎖定在我們鬥陣聊聊天室裡面 隨時都可以把6666抽回家 對而且呢其實等等呢 欸現在我不知道幾點嘛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現在不知道幾點 那就跟大家講一下 在8點21分開始 你只要打開冰放呢 點擊鬥陣聊 再點擊21小時零用金寶箱的圖片 零用金就會直接送給你 然後呢今天呢我們晚上還有限定加碼 只要你在今天晚上的8點21分開啟冰放的話 登錄我們就送50元的零用金 哇真的好禮送不完耶 真的送不完 真的是太好康了 對再來是我們的年終加碼 虛寶瘋搶的活動呢 你可以將天堂M 新風之谷 月光雕刻師 新龍之谷 魔力寶貝M 新馬騎 然後還有COSE絕對武力 以及 召喚圖版的遊戲虛寶帶回家 而且是免抽直送 送完為止 真的是很誇張 對 你知道每一次啊我啊 主持遊戲橘子的活動 都是風 等一下 我剛以為導播問我要不要吃香腸 我們在這裡要跟各位講一下 6666抽出去了 這一位叫做 香腸123 我在想說導播要約我 晚上去吃宵夜說香腸 香腸123 你們可不可以開頭先跟我們講說6666抽出去 不要講香腸123很奇怪耶 對呀 不知道在CUE什麼 對 對抽出去了 但是大家不要回心 因為我們還有2021給大家抽 是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總之呢我們的遊戲局真的有非常多好理 就是要在過年前 然後呢 謝謝我們的所有的玩家支持 所以呢 在這次呢 年終前呢 我們就大回饋給所有的玩家 那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之後繼續支持我們的遊戲局 新的一年繼續陪伴著我們一起 繼續努力的成長啊 是的 怎麼樣現在小天使拿著手機 是要讓我們再抽寶箱嗎 應該不是吧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那麼好 真的假的 哇真的是大回饋耶 阿樂換你抽了 來來來來來 看我搶一個 再一個喔 為什麼有人搶一個圖說 安靜 抽抽給我抽 拜託給我 好緊張喔 我一定要突破你 不然我抽一個十元就尷尬了 我剛剛笑你那麼久 21塊再來就是 丟了丟了丟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很緊張欸 欸 喔 所以啦 你問到 我問你 為什麼我抽十元他叫那麼大聲 太爽啦 你沒抽到 就是我的機會啦 對 所以等一下可能 如果這一波沒有人抽到2021 大家都還是有機會 對對對 沒錯 然後呢剛剛前面其實我們有小天使出現 第一次的livecoder 對不對 對 對 我們呢還有第二組還沒有出去給大家看喔 所以大家得要鎖定畫面 只要把兩組加起來呢 就可以去兌換呢 100組的新風之谷的專用卡 200元的折價券 對 不知道我們的小天使什麼時候要出來繞場喔 小天使應該可以出來了吧 我覺得 要出來了吧 應該要了吧 還是想要再給我們寶箱 我也是不介意啦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繞場繞場 繞一下 繞一下 1sell 來大家趕快截圖截起來 然後呢 兩組 把它兌換起來之後呢 可以去兌換100組的 新風之谷專用卡的200元折價句 沒錯 哎呦 應該是大家都有看清楚了吧 應該有吧 應該第一組也有記起來吧 應該第一組也有記起來吧 我就不提醒各位了 沒錯 OK吧 OK吧 我們謝謝我們的小天使 謝謝 謝謝你 好最後我們要請我們四位加 繼續PTT嗎 那我們請我們的語證跟愛心 對 我們這個部分可能要先請老爹 因為我們又要進入一部分劇情的解說 老爹講風古的環節又要到了 又要來了 那麼歡迎老爹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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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帶大家了解一下我們 墨璇的人物故事 它的起源故事 那墨璇這個海外職業呢 它是 就打拳的嘛 一看這個名字就知道打拳的 我們現在要講它的武神傳說了好不好 那麼一段故事一段故事講喔 從前從前呢 有一個江湖人稱非常厲害的師父 他都帶著這個村民們一起去旅行 他很厲害 站在走在最前面 非常厲害的一個 武功非常高強 幫我按下一頁 幫他按下一頁 那他很厲害喔 他的表功非常高 不是我是說他的武功非常高 武術功夫非常高 看到魔物就打 那擊退了非常多的魔物 那非常多村民們呢 也都很尊敬他啦 哇那大家把他當成武神在拜 結果有一天 他死了 死了還真的變成神了喔 大家都說他是武神喔 這故事怎麼聽起來 有點 有點 我還以為他死了會變成黑魔法師之類的 沒有沒有吧 他就在跟白魔法師一樣啊 總之就是非常的厲害喔 那接下來呢 他死掉了之後啊 他還是想要為這個世間做些事 他還想要繼續保護人民 所以他做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他決定轉身 他決定轉身 他決定把自己的力量呢 跟自己的記憶呢 不停的傳給下一代 傳給下一代 把能量呢 給他們村莊的某個小孩 那誕生出來之後就 哇這小孩以後是武神啊 他有武神的記憶跟武神的力量啊 那村莊呢 也過了非常非常多年和平的日子 不過呢 哇說這種事情是 通常是不會有好結局的啦 這種故事不會有好結局啊 記憶呢 武神的力量呢 雖然可以永久的流傳 可是記憶呢 沒辦法永久的流傳 武神的記憶啊 漸漸的消失了 那消失了之後呢 武神這個故事 就變成了一個傳說了 大家就說 哦 武神啊 我知道了 那童話故事有演過啊 武神就漸漸被遺忘了 變成一個傳說這樣啦 總之就是我們這個 武神傳說的起始故事啊 那後面又發生什麼劇情呢 大家自己去玩啦 這邊就不劇透了好不好 或者是可以看那個 宇正或是艾希的影片 自己去參考啦 那大家都自己去玩 我覺得我要等老爹講風之谷啊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就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那就請我們的 宇正老師跟艾希老師上來 不過先等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精彩的影片要播 就是 這次遊戲舉止準備了很多 幫新風之谷的新職業墨選 準備了非常豪華的中文配音 所以還有一段 中文演出的劇情影片 很久以前 人們定居在江湖時 也為指引保護眾人的師父 根據紀錄 數百年前從魔物之中守護著人類 人們稱他為武神 神 他死後成為真正的神 成為神後 依然憐憫人類的他 為了要更接近照料人們 最終選擇重生 從那之後 具有武神力量與記憶的小孩 開始誕生 多虧如此 江湖才能享有許久的太平盛世 這音樂非常的壯闊 音樂非常的壯闊 OK 那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介紹 新的地圖跟新的職業了 那我們有請宇鎮老師跟艾希老師 感謝老爹講風之谷 幫我們講那麼多 關於武神的背景故事 剛剛那個好像在看武俠小說 沒錯 他的風格也是有水墨化的感覺 江湖地圖 風之谷世界會出現一個新的江湖地圖 那我們往前看 江湖它主要的城市是合金市 它是一個靠海岸的城市 海岸後面有著懸山 合金市這邊 就是剛剛影片有講說這邊的人都過得安居樂業 那主要是因為有懸山派的 懸山派的地址會保護村窗的人民 那這個地理位置 非常的好 那邊解劇情啊 然後你才可以一邊練功練上去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就是關於江湖地圖的樣貌 水岸河邊 還有個水上市集 那風格也是偏向有點中國 但又有點韓式的樣子 就有一點像我們的新村小屋 但是又更精緻了一點 對啊 然後你看這裡這樣子 看起來大家 看起來像這個就很奸詐的倉庫老闆 感覺不是什麼好東西 搞不好他真的是倉庫老闆欸 他是倉庫老闆 好像是喔 那應該是喔 他看起來很壞 因為把東西亂丟 他就很像維多那種 戴那個小小眼鏡的那個倉庫老闆 好那這裡就是江湖的野外區域 你看這裡還是平原 你還可以看得到 就是一些村莊的店鋪啊 還有一些小橋 山的東西都還沒有那麼明顯 接著我們繼續往後走 往更深的地方前進 上山樓上山樓 空氣漸漸稀薄 背景開始出現山林了 我們繼續往懸山爬上去 喔這個就是我們的懸山派的大門啦 那麼懸山派他們有一棟很大的建築物 類似他們的他們的習武的地方 那後面的故事呢 就會開始揭露他們的神秘的背景 看這邊這麼漂亮 以後會變成我們新的 抽蘋果聖地 好那後面還有更多更精采的內容 就是等 232版本上線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那後面還有一些江湖的地圖 導覽我們看影片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晰更明白 喔等一下等一下 那誰 喔我忘記了還有這個 那誰 這個是師妹 可愛的小師妹 小小 這個好婆喔 請問這個髮型可以抽嗎 這個我們要問一下觀眾 不知道這個可能以後會出 拜託拜託官方抽一下 這個髮型真的還不錯看 敲碗敲碗 眼睛也不錯看 好那我們 應該還有這裡像 還有習武的弟子們啊 大家都在這裡練武功 看這個就是主角跟配角的差異 主角就佔C位啊 主角就長這麼好看啊 配角就看起來呆呆的啊 好 還有這個啦 梁婷看起來就很適合抽蘋果 一定充滿著歐氣 你看這個 雲霧繚繞那個都是歐氣啊 欸這個是 這個就是掌門人 然後他們就一起練武功的樣子 以後呢 墨璇正式上線之後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遊玩 墨璇體驗新職業的劇情 跟不一樣的內容 欸開始秀地圖了 欸我們不只看一下這個地圖的樣貌 我們也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墨璇 他走位的方式 他的機動性非常的高喔 好帥喔 欸我們剛剛有看到瞬移 然後墨璇還有二段跳喔 還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這是飄影新的東西 類似胡影的金斗雲 但是使用起來又更為靈活了一些 喔 飛來飛去的欸 他飛很快耶 對啊 然後他會斜上衝 斜上衝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瞬移 他的瞬移是可以 可以這樣平的 可以這樣平的 只能斜上斜下 但是他有上跳 所以可以補足這個問題 他很多位移技能欸 對啊他位移技能 就是有跳躍跟瞬移兩種 輕功啦 輕功啦 還有跳跟飄 還有那種斜上衝的 那是三種 太多了 輕功啦 他們可以看到就是江湖 是一個山水 山明水秀的地方 十分的美麗跟漂亮 好 到了這裡就是玄山派的 玄山派的道場了 那後面我們就 帶大家自己體驗 裡面長什麼樣子 剛才圖片有 我們這邊先不公佈裡面了 我記得圖片沒有 圖片只有兩瓶而已 圖片有一張 圖片有一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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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有師妹啊 圖片前面有小師妹 有師妹 我是說更深入的 更深入的 新的樣子 未來的樣子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看 那個只是大廳而已啊 主要角色我們來 墨璇就是武神轉世 個性豪爽 有情侠仗義的個性 欸墨璇的 女性是黑長子耶 是啊 髮型太好看了吧 婆婆婆 這個創繳的時候 記得先把髮型 可以存起來 我們已經開放到 102格了 就是為了讓你存這個髮型 可是墨璇新來的耶 102格 我新來我就可以先抽102格啦 那你也是很狠耶 搞不好就是有這種大老嘛 好啦 那剛才還有那個啦 老爹提到的可愛小師妹小小 婆婆 婆婆可愛有毅力 這就是很婆的個性嘛 又婆婆有毅力 他就是 玄山派裡面的開心果 總是給大家帶來了快樂 跟美好的記憶 上講的是玄山派的掌門人 師父 他對每個弟子都一視同仁 就是有那種 視如己出啦 視如己出 當作自己的孩子 當作自己的孩子 當作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孫子的感覺 他非常的好心喔 上揚 你看他就是一個 很慈愛的老人的樣子 這個 雲霧 玄山派的大師兄 大師兄 他非常有天分 然後對力量 異常的渴求 那這個 大師兄 你看他長得有點兇 你就大概知道他 以後會變怎樣了 大師兄不要 對啊 對力量異常渴求的角色 通常都會怎麼樣 他就自行想像啊 變成黑魔法師 變成黑魔法師 接著就是風乞丐 風乞丐在故事中 他就是一個引路人 那 墨璇在故事之中 有許多事情 都是靠風乞丐牽線的 風乞丐 將會為墨璇 鋪出一條美麗的抗裝大道 拿來接任務的 因為他是丐幫幫主 然後情報網特別豐富 所以有很多情報 都是從他這裡得來的 風乞丐可稱是江湖的天王 他什麼都知道 沒有他問不到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墨璇他 因為他新職業嘛 那他就屬於他自己的專用武器 全新的武器 武拳 墨璇是一個武功高強的武鬥家 那他擅長的方法是一些拳把的東西 那自然就是使用武拳當作武器啦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個是海盜 那大家會想問一下 我們墨璇剛剛看起來動作這麼流暢 好像比拳霸流暢一點 那這個職業是不是 用敏捷還是力量 還是力量 大家可以猜一下 這麼快 要猜一下嗎 我猜一起用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一定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 50%機率給你答對 我全都要 不行 太貪心了 那敏捷好了 沒錯 沒錯就是用敏捷啦 是敏捷的海盜喔 那還有全新的副武器全環 那長這個樣子 極權全環 他是100等的副武器 看到這個圖片就是大家要知道那個 神秘冥界交換 武器交換箱 要先準備一下 買變換箱 準備換新武器啊 變換箱 存起來 那我 要介紹一下那個 分類 喔 不同的樣子 對 第一個是女皇 神淵 狂海獅 神秘 然後這一個是 創世武器 創世武器 好 那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下面 副武器的話 就是 他這個應該是 30等 30等 60等 100等 好 這個應該是黑色的 黑色的 然後這是農機的副武器 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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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著我們談一下 墨璇的技能特色 墨璇呢 是五神轉世 那他會使用自己 來自玄山派門派所襲得的拳法 同時他也會使用他的神功技能 那他會融會貫通 由此獲得更為強大的力量 那他的技能組長這個樣子 他一開始進行的方法就是 使用玄山招式進行 他有一式二式三式四式 那每一式都可以聯繫不同的技能 那墨璇有使用新的 看起來非常複雜 不會 你玩過以後發現 又強又好玩 玩起來有沒有想像的複雜 好 那我繼續解釋 就是他有所謂的玄山 還有神功 神功的話 這裡就是他還有專用的技能 就是怕大家 鍵盤沒有那麼 手沒有那麼長 沒有辦法按那麼多鍵 他這裡就可以分別放 一式二式三式四式 像這裡放的就是一式粉碎拳 那你就是使用玄山的招式進行 然後再使用粉碎拳 這樣子就是同時使用了玄山 玄山招式以及神功技能 那後面還有另外 1 2 3 4 5 6 7 8 總共八個技能 就是我們先按一次那個玄山招式進行之後 我再按一下這個快捷鍵 假如我按一次玄山招式1 我就可以發動一式 那我再搭配這個快捷鍵之後 我就可以放出這一個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影片直接 為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來 那我們接著看 那還有那個就是連續使用神功的情況下 可以累積五格的神力 那神力是專屬於墨選的東西 它就是使用神功的話 它可以讓身體的力量開始 身體的氣開始流動 然後獲得很強大的增傷效果 那它的UI長這個樣子 中間這個玄就是玄山招式 一式的時候就會寫一 二式就寫二 就是一二三式這樣寫下去 那再來就是使用神功的情況下 這裡的燈就會亮起來 它會是一個橘黃色的樣子 那一次最多累積五格 那接著我們演示一下玄山招式 我們來看影片 那這個是還沒有接技的部分 非常帥非常帥 它就是單放玄山招式的一二三四式 這樣子而已 那你們可以看到 墨選的攻擊延遲很低 攻速相當的快 傷害很高 充滿打擊感 就是你要有聽到一直 蹦蹦蹦蹦蹦的感覺 而且這個是還沒接技的喔 對啊 還沒接技 當你使用接技之後 會有更強大的方式 來 接著我們演示神功一 第一式 第一式而已 粉碎拳 粉碎拳 倒彈為止 那第一式的話 就是我們先打擊一次 選三招式之後 就可以發動神功了 那可以對應的神功 就是粉碎拳 還有那個叫什麼 倒彈為止喔 是不是 不知道 我還是到這為止 我看一下 來 我們做個B 看個小抄 不好意思 還沒背起來職業名稱 經職業太難了啦 你剛剛不是說很簡單嗎 我說很簡單 是很少玩 喔 他是叫鐵山公啦 但是喊的技能名字不太一樣 他喊的不一樣 我想說 沒有印象這個名字 對啊 好 那再來就是二四 二四就是先打兩下 選三技能 來 你們看 這是 來 他等一下開始動了 就是一打 二打就是繞圈圈 旋轉耶 無音腳 無音腳 有沒有聽到 那在二四的時候 就是可以聯繫旋風腳 還有無音腳 兩個T級的技能 你們有沒有看到嗎 那個轉圈圈的就是旋風腳 我們再看一次喔 再看一次 下風腳 無音腳 而且他跟其他職務不一樣 他都有中配耶 沒錯 我們這一次默選的NPC 還有職業本身 都是有中文配音的喔 那橘子可以說是赤巨姿 來為大家謀福利喔 等一下可以介紹一下配音源 好 那接著我們看第三式的神功 好 那接著剛才演示的是 第三式有兩招 分別是亂打連拳以及異形萬位 那亂打連拳在使用的時候 同時還可以使用跳躍 還有二段跳的樣子 它是一個超級高 然後範圍又很大的技能 段數也不錯吧 段數也很高啊 我覺得還不錯 你邊動邊發技 就是一個活蹦亂跳的職業 來 接著就是第四式啦 你們看剛剛這個蓄氣的話 會不會導致說 我們在打王的時候比較麻煩 要蓄氣 它蓄氣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先打完懸山 一二三四四 然後壓住你的 它是五轉四季 叫做破空拳 你可以按著它集氣一邊移動 移動到定點之後 再把它打出去 直接打在王的頭上喔 那另外一招就是大地崩塌 就是那個碎地的技能 那接著我們還有一些 完整的接技 接一整套的演示 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那就是第一組的接技方式 那其實接技的方法都很有彈性 大家想要怎麼接就怎麼接 只要依照它的規則就可以了 因為它技能雖然有冷卻時間 但是其實沒有很長 那大家就可以更靈活運用自己的技能 好了 那最後就是第二套的接法 下開 無敵角 還笑 還笑 你看它笑得很開心 太強了啦 太強了 我覺得自己太優秀了 不過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看他身上穿著酷酷的新衣服耶 這個要怎樣才可以拿到啊 這個是我們期間限定的活動 我們新創的墨璇角色 在達到指定等級之後 會拿到等級獎勵 這個活動類似之前阿戴爾也是有啦 阿戴爾之前不是也送一套點妝 那這套也是 那還有送一些什麼寵物啊 秘法核心之類的 而且他寵物非常可愛 那這套是時裝嗎 這套是時裝 你練新的墨璇就有了 很好看 男生女生都有 男生女生有稍微不一樣 對那就希望大家之後去體驗 會很好玩 非常有趣的一個新職業 喔 忘記還有第三套 最完整的接技了 不小心忘記它了 我進去的 我進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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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封角 到那為止 到那為止 馬上結束 來 這個就是墨璇的超技能喔 那個藍藍黃黃的追打技能 還有無敵喔 很強喔 那個全畫面的很優秀的技能 聽說他還有一個類似破風希爾福茲碧的技能 對 他四轉有一個擋傷技能 我剛才我試完都覺得很強悍喔 那希望正式上線的時候也可以那麼優秀 好 那接著我們講配音老師的部分 我們播影片 播完影片之後呢 老爹會跟大家談談就是這些配音老師 這些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那我們看影片吧 哎 美牙 我的酒呢 天才的字典裡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 嘿嘿嘿 勝夫 我要進來囉 嗨 大家好 我是余政生 也是墨璇這個角色的聲音演出者 墨璇是一個非常豪爽和強悍的格鬥家 我是用很正義的聲音去詮釋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這個新職業喔 我是玄山派的墨璇 喂 喂 好 那各位看一下喔 這個余政生老師他的過往經歷啊 剛剛有沒有看到嗎 蠟筆小新的演員廣誌 哆啦A夢的胖虎 灌籃高手 櫻木花道 獵人等等 神劍闖江湖 這邊呢 我跟你講 他少寫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有點可惜啊 我們墨璇是幹嘛的 打拳的嘛 對不對 木之內一部也是鄭森老師配的 所以我們玩墨璇的時候呢 會有人機一體的感覺 喔 剛剛那個技能看起來像什麼 輪擺世衛椅嘛 我們玩墨璇的時候呢 就會有打拳 真正有拳擊感喔 我覺得大家玩的時候啊 記得那個聲音一定要開啊 那非常非常有feu啦好不好 那非常有 Maurice 小姐家的那樣 有你這種的… 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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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路的砰 怪遊旅團 我不會放過你們 嘿 來打球 每當球 哈 嗨 大家好 我是钱兴玉 这一次呢 我担刚的是一位叫莫玄的角色 然后她是海外限定喔 海外限定的新职业喔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格斗家 欢迎各位玩家来体验看看她的故事 因为莫玄她是一个武功高强的女格斗家 所以我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 就有特别强调她的自信 跟她强大的部分 但因为她背后又背负了很多故事 所以同时呢 也希望也有表现出她惊人不拔的那一面 我是玄山派的莫玄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老师配音的这个声音 也是非常非常好听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一点 我相信会玩女性角色的 玩家多半都是男生吧 那这边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相信大家都看过鬼灭之刃 那这位老师呢 也有帮我们的炭治郎做配音 所以如果你自己男生玩女角的话 你也会有一种玩炭治郎的感觉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感觉啦 好不好 大家欢迎去体验一下 我是巴虎 我是海磁王 我是在地球上成长的赛亚人 就凭你的破八六 想赢我的FD 做梦去吧 嗨 大家好 我是余政昌 我在游戏中担任大师兄的演出 大师兄是个善于猜疑的个性 所以我选择了用充满嫉妒的方式来表演 欢迎大家一起来游戏中体验看看咯 这是我的命运 各位观众 相信大家都看过七龙珠啦 那么我们郑参老师呢 配了大师兄的声音啊 是孙悟空的声音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我们将会有一段 孙悟空对上木制内衣布的画面 在我们的游戏里面 好不好 欢迎大家去呈现 OK 那谢谢老爹 老爹真的很风趣 帮我们用轻松的方法 带过这些配音老师的内容 那不过 突然想到 不小心 等一下 有一个 大家应该很关心的东西 大家都应该很关心 苍龙侠客的去向吧 我苍龙怎么办 我苍龙是不是不能换了 苍龙 以后要开头办 苍龙 我们苍龙四季即将推出转身 他会拥有他的全新神秘力量 成为墨玄 没错 那武器跟副武器呢 也会同时的获得转换 那不过 我们还有一些精彩的东西可以看 大家应该很关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 苍龙的传授和角色卡很强嘛 那我们墨玄上来之后 我们的传授和角色卡 就会跟之前苍龙的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你是玩苍龙的玩家 还是一般 我们享受苍龙的角色卡 还有传授技能的玩家 都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了 传授技能一样是气魄 可以加逼伤的技能 那 角色卡一样是爆伤 就没有变化 大家不要太过担忧 那接着 就是最精彩的影片 让我们帮 这个墨玄的一些介绍 画下一个据点 哇 真的是非常详细的介绍 而且很帅 我看着木凳口呆 那个年纪也太帅了吧 上去上去就一直 然后很有那种实战感 那个音效真的太棒 然后佩玲老师也很强大 真的很强大 我觉得他们真的 让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可以更生力其境 然后进入那个角色世界里面 对 可是被老爹一讲有点 就是 怎么样 想说还要去体会探之狼 还是其他的角色 我就 哎呀 这样子对吗 对 因为我自己 我其实很久很久之前 我就开始follow老爹 对 然后我很喜欢他介绍这些东西 就会让你觉得更轻松 去了解这些角色 对啦 而且会特别去注意他的声音啊 对 跟一些就是其他的东西 是 好 那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今天最高同上 已经超过了 一万五千人 然后呢 因为群已经满了 现在我们开了第二个群 如果你进不去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第二个群 但是第一个群跟第二个群 同时都可以开宝箱 哇 又要送宝箱了 对 刚刚导播说 因为今天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再加码一个宝箱 让大家抽 谢谢大家这么热力的支持 还是我们让来临抽 要不要 那我们请谁 阿法吗 我是阿法 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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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快 快 一边抢到宝箱 快 快 你可以的吧 可以 还没还没 不要急 我们现在有两个群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 没有记到第一群的话 记得第二群有开放 大家可以加入哦 我抽至少210 真的假的 保住210 怎么办 对啊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这回事 你要先讲 来来来 直接接锁 接锁 210 哈哈 10元 老板 10元 不好意思 超尴尬 不好意思阿法 不好意思 那我抽21次就210了 那也要21个宝箱 邏輯正确啦 也算正确 我也是傻眼啦 好 那我们请我们三位来宾 也一起到我们的舞台阵中间 是的 今天要非常谢谢四位来到现场 然后为各位呢 我们所有的玩家 然后介绍 然后呢 在这之前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呢 8点21分的这个优惠呢 会一直持续到9点21分 只要你登入冰放就送50再加码游戏 Hard Time 虚宝大放送 挑战各位的欧洲魂 没错 所以呢 要提醒大家 哦 直到8点42分 所以代表各位要抢要快乐 对对对 手速要再快一点 然后要记得 开启冰放进入游戏橘子的年终加码 虚宝风抢活动 就可以将天堂M 星风之谷 月光雕刻师 星龙之谷 魔力宝贝M 星马骑 绝对武力 以及呢 召唤图版的游戏虚宝带回家 而且是免抽直接送 所以呢 所有的玩家请记得 你一定要记得绑定 你的账号才能拿到虚宝 没错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刚刚已经有出现过 第二组Live Code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再让 我们就不用了 对对对 那大家就自己记得 然后自己去组合其他 去兑换咯 是的 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四位来宾 谢谢 谢谢 然后 雨震 爱琪跟阿发 对 然后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 还有谢谢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对 谢谢大家共同努力 让今天我们城市福气呢 获得很多虚宝啦 对 那也希望呢 很快的我们游戏举止的嘉年华会 会再跟大家见面啦 今天呢 希望大家等一下回家都小心好吗 记得继续支持我们的游戏举止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谢谢这次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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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